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相親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親戶福臺 我是Sammy Lee 這邊有一份大紀元的報紙 上面寫一個 我認為是 這禮拜以來最大的笑話 這個笑話看了以後 會讓人覺得心情大開 開懷大笑 笑什麼 喬委會說他們存在的目標 是用民主來統戰中共 各位相親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就跟你聊聊這個東西 喬委會有沒有搞錯 這個吳委員長 他到底有沒有認清 什麼叫做統戰 什麼叫做民主 大家知道喬委會 他是一個國民黨的隨附組織 以前為什麼會有喬委會 當然那當時候為了反共 抗惡 要復國 是不是 所以那時候要拉攏這些 中華會館為主的這些 從中國移民到國外去的這些僑民 就成立這個叫喬委會 我最有資格來跟各位談談 喬委會了 為什麼 第一個我是台僑 我是僑民 然後我又是在僑界當新聞記者 所以看了他們所有的動作 所有的做法 我甚至還有一天跟著洛僑的 所謂的僑二中心的主任劉主任 我跟他跑遍了傳統喬社 我那時候為什麼做這個新聞 要跟他們跟拍了一整天呢 因為我那時候是替華視的宏觀電視 他們做一些新聞 所以跟著他們跑了一下傳統喬社 天啊 那可是真的非常豐富 什麼堂啊 什麼堂的 一個堂一個堂去拜堂口 所以那時候的劉主任帶了一群人 就是一個堂一個堂去跟他們拜拜 那這些堂呢 給我相信各位朋友 我告訴你 沒有一個是台灣的堂 通通是來自中國的移民的後代 以及後後代等等 好啦 這就是隨處以前國民黨的隨附組織 開始演化到了現在的僑委會 這個報紙 吳欣欣這個委員長啊 等一下我們最後再來討論他 他說要這個用民主統一中共 各位相信各位朋友 假如是以這個中華民國 現在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概念來講 凡是現在沒有住在台灣的人 就稱為僑民 不是嗎 啊 假如這個觀念存在的話 那吳欣欣 我告訴你 你應該到中國 到中國的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 去統戰他們 這才是你僑委會該做的事情 你就應該把現在住在中國 這個東亞大陸上的所有的中國人 都當做你的僑民 是不是 根據你的憲法 他們就是你的僑民 僑委會該做的事 就應該到中國統治下的各個省 去做統戰的工作 這才是吳欣欣你該做的事情 你拿那麼多錢 一年多少億 三億 這個那麼多的預算 去做這個事情到中國去統戰嘛 好了 現在所謂中華會館 他們跟中共都有非常密切的聯絡 到現在中華會館前面 還不敢插中國的五星旗 是因為他們是從反共開始起家的 他們現在為了利益 他們不得不或者是非常高興的 去參加他們所有的活動 我們可以看到 所謂雙十慶典 他們這些站著照相的那些人 你看看 哪一個沒有去過中國 哪一個沒有受過招待 哪一個被招待完沒有被露營的 我告訴各位 相信各位朋友 我認為通通都是被招待 通通是被露營的 這些人難道要用台灣納稅人的錢 去奉養他們嗎 最記得綠營開始執政的時候 喬社呢 中華喬社呢 就開始有一些鬧意見 就是他們會拿到多少錢 那很可惜的 我們台灣人呢 自從當了喬務委員 什麼諮詢委員啊 什麼等等的 跟他們開始聯絡以後 就有一個講法出來說 你看看 台灣有些什麼天災的時候 他們都捐錢來幫忙台灣啊等等 所以我們應該要很好 不應該撤僑委會 奇怪了 這些言論都跑出來了 事實上 他們捐錢給台灣捐助救災 這是一回事喔 台灣人拿稅錢去奉養他們 也是另外一回事 這兩個事情 絕對不能相提並論 也絕對不能拿來說 喬委會應該繼續存在的 絕對理由 這些都是不對的 因為不同事情 不能夠一起來比較 喬委會該不該撤 那我就請問大家 國民黨的隨附組織 在政府機關內該不該撤 就那麼單純 喬委會本來就該被撤換掉 不應該再存在 13億拿來買軍火 來對抗中國的武力威脅 這才是比較好的用錢方法 把13億拿到國外去 拜託 外交部就可以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要有多一個僑委會 好有些人說 僑委會是做一些官方不能做的事 那官是加木頭字的官 官材的官 那這些所謂的官方不能做的事情 在國外不能做 就要靠喬委會來做 那就證明了所謂所謂這個 官材的官方 根本是不存在的實體 不是嗎 那不存在實體 你為了用錢把空給得出來 莫名其妙 所以從這邊來看 吳欣欣說要用 我真的會想笑 去統戰他們 吳欣欣不知道哪裡畢業的 腦袋到這種程度 真的是匪夷所思 所以我想吳欣欣可以做的是 去中國去統戰他們 然後哪一天被消失 那表示他有所作為 只要他沒有被消失 安然回歸的話 那他就有問題 好 所以這邊呢 跟大家講個大笑話 最後呢 我跟各位講一下吳欣欣 吳欣欣你必須要坦誠的 跟台灣人交代喔 你在阿扁時代 去當學術界的時候 在某個學校當職位的時候 你跑了那麼多次中國 請問你 你去了那邊做了哪些事情 這次 蔡英文上去以後 要領選 突然任命吳欣欣 好了 大家都以為是張富美 啊 福密記啊指定的 告訴各位鄉親 各位朋友 冤枉啊 你們不要爛拆了 富美解釋 在人事命令發表後 她才知道說 吳欣欣當了委員長 所以吳欣欣當委員長 跟張富美是兩回事 張富美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這是我從側面得知的消息 吳欣欣這個人呢 喬借很多人稱讚她 尤其台灣人啊 我想是台灣人啊 很容易有這個 師德哥們真和無群啊 吳欣欣這個人呢 是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彭文志也不是說的他嗎 到綠營的時候 就講綠營簡聽的話 到藍營那邊去 就久而共識 換句話說 他是在很會做 棺材的棺的人 他做這個棺呢 左右逢源啊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說是一個奇才 真的是奇才 說他奇官也是奇官 加木字旁那個官 這種情況下 吳欣欣欣你必須交代 你當學術界的時候 到中國去了那麼多次 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跟中共哪些人認識 你接受過多少的招待 你有沒有被晚上 有沒有被招待 晚上被招待 有沒有被錄影啊 你心中自然會明白 因為有錄影的話 中共會告訴你 於是你所作所為 就順著他的心意去做 所以各位鄉親各位朋友 我們台灣人 應該很明確的去了解 現在小英所臨選的 很多政務官 都是阿里布達的一堆人 所以呢 阿里布達的人 就會講出阿里布達的話 這個僑民 就民族統戰 好不好你又總到中國 這個東亞大陸去統戰 這個僑民不必了 所以僑委委員會應該要廢掉 越快廢越好 因為這是國民黨的學復組織 現在發展成這些表面上是 這個體制下的一個委員會 事實上還是國民黨的學復組織 各位鄉親各位朋友 台灣人有活動的時候 都到台灣會館去 台灣人在為中華民國執政的時候呢 他們就開始到洛橋中心去 當他不執政的時候 台灣人又不再去洛橋了 又回到台灣會館去了 所以呢 事實上這所謂的僑教中心 僑民教育中心 這個僑教中心 跟台灣會館是不同的組織 它各代表不同的 學復組織的味道 這是國民黨的 這是台灣人民的 抱歉不是民進黨 民進黨沒有這個能力來支持這個 這就是僑民大家出錢 出力自己弄一個會館 國民黨呢 是培養這僑務委員會 做他們的黨的運用 各位想見個朋友 講這邊 僑委委員會應該要廢掉 無信心 趕快捲鋪蓋 好嗎 你要當官到處都可以當官 好嗎 所以這邊大笑話一折 提供大家好好的大笑一次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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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